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好 您现在就在收看的是 北京卫视为您播出的养生堂节目 我是陈赛 您看哈 今天我的前面有一个大手 这手上有什么呢 有指甲对不对 这指甲上有什么 那白色的 叔叔啊 你们那是什么呀 月牙啊 是不是啊 这平时呀 我妈就老说我 说你赶紧看看 你那手指上有多少个月牙 这月牙越多呀 越健康 你这月牙要少 或者是没有 那完了 这可能就是有病 或者是虚的表现了 咱先自查一下好不好 阿姨们 叔叔们 咱也看看 咱自己手指上有几个月牙啊 阿姨您有几个 我十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哇 阿姨真的有十个呀 这要是按照我妈妈的理论的话 阿姨您简直了 您以后必定是长寿老人 谢谢 这阿姨也是吧 因为我母亲她也是懂中医的嘛 她说这个是那个就是免疫力强 都同意吗 我就一个 你就一个 就是大拇指有一个 两个母哥都有 剩下的就都没有了 那您那算有俩 算俩呀 人家说人都十个拳的 咱就俩 咱担不担心自己健康有问题呀 从微信上看过 她好像是说 这个就是在长肢解 什么往上延续的脱落 是那个意思 后来我也就没在意 我就听出来了 这个月牙多的阿姨 就一直坚定地认为 咱这月牙多就是身体好 然后但凡自己搁这个月牙 不太多的叔叔阿姨 就在心里有质疑这事 我月牙虽然不多 但是我身体也好着呢 是吧阿姨 对对对 所以到底这个月牙多少 跟咱们的身体健康之间 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今天做客咱们养生堂的 权威专家老师 他的手上有几个月牙呢 我得赶紧替大家瞧瞧点 首先介绍一下 今天做客我们养生堂的 他们是来自我们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 国家级名老中医 姜良朵 姜老 掌声欢迎姜老 同时呢我们还要欢迎的是 姜老的学生 来自我们广安门医院 呼吸科的主任医师 王磊老师 掌声欢迎王老师 到底这个月牙的多少 跟咱们的健康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系 是说月牙越多越健康 这月牙少人就比较虚吗 姜老 这个问题啊 要这么看待 这个紫尖啊 这个紫尖啊 它在中医里头啊 叫精子鱼 就是人的精啊 精骨的精 精的鱼 就是肾害的那一部分 它实际上是一个 推行性的改变 那么这个月牙呢 有这个月牙杯呢 能证明两条 一个你的气血是流通的 第二个是证明你这个身体 这个细胞形成带结的 生发力量啊 还是比较旺盛的 但是不能反对 从没有到了那就是不好 这个不能 你有几个 我 你看 你看看 我这个应该都有 你有十个 所以这个啊 就说明这个东西啊 大家有 是可以高兴 满油 也不要沮丧 这个都对了 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月牙 其实它是会变化的 我可能两三年前的那个月牙 是比现在要稍微少一点的 我的月牙就是从最初 只有两个月牙 到现在有了六个月牙 跟自身对比是有一定的 提示的意义的 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特别累 或者连续熬几天夜呀 或者之后呢 有可能月牙就会慢慢变小 其实就是人体的 这代谢的速度慢了嘛 月牙少的时候 身体可能是虚了一点 但是在补虚的路上呢 是有很多误区的 江老今天带来的 有好多妙招 您看舞台一侧 据说呀 这妙招特好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妙招 它是花小钱办大事 然后有的妙招 甚至是不花钱 就能预防疾病 心急的话呢 叔叔阿姨可以跟我一起 拿着手机 打开微信的扫一扫 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点击关注我们 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虚 就可以提前获得答案了 那我先来问问江老吧 江老 您看您行医 那么多年了 要让您总结总结 您最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呀 发病治病要抓苗头 这个虚症的苗头 怎么来抓 怎么来考量 因为这个都啊 常常有许多误区 大致上 现在有这么三种类型的虚 年龄秩虚 就是人到一定岁数都虚弱了 这个是一个普遍的 年龄秩虚 第二种类型是 养病秩虚 要给壮瘤呀 给症呀 慢性小后性的疾病呀 这个肺症病呀 三高的这些都可以 应病秩虚 第三种类型叫应虚治病 哦 以虚来 发展下去 它就成了大病 十几年前 我在朝阳医院进修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让我印象深刻的病例 那个病人呢 他只有三十几岁 是个男性 他其实是之前呢 就家里条件比较好 吃吃喝喝 各方面熬夜呀什么的 活得非常的自在 也什么都不注意 他就是一次感冒 然后得了重症的肺炎 问家属 家属说他以前身体都很好啊 没什么问题呀 我们一查发现他血糖也高 尿酸也高 血脂也高 肯定是有三高的底子 但是自个儿就没发现这个问题 到了ICU里边 开始来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这个病人不行了 因为当时血压也都维持不住了嘛 各级医生啊 通力地合作 救治当时是救过来了 救过来之后 他在随后的这一个多月里边 把我们内科的疾病得了个变 多脏器功能的衰竭 心功能啊 肝功能 肾功能 这些都不好 这个病人更夸张的是 发生了格林巴蒂综合征 是个病毒的感染 再到最后的时候是毛美菌感染 到最后虽然花了很多的钱 受了很多罪 也没有抢救过来 他肯定是得病之前 他一定有他正气虚的这一方面的 这背后可能就是有一个 说我虚不重视的问题 虚了以后不光是得慢病 他也会得这种微重症 得这种急症 虚症不仅与慢病有关 出现虚症苗头不重视 也可能会得急症 微重症 抓住虚症的苗头 才能避免脱成大病 大家的很多便虚不虚做法 都存在误区 同样可能一误病情 首都国一名师江老 带来独家抚恤蜜招 帮您省钱防大病 王老师还特别地调皮 他偷拍了一张江老的照片 江老意气风发 手指一挥 上面写的什么 正虚于一时携胜而突发 这是江老师的 尤其是对这个 微重症的治疗的一个 发明的一个理念 这两句话是我当年读硕士的时候 跟关于大师张晓恩教授的话 在陕西我那边别的一本 中医基整学解编里的一段话 这两句话成为我后来主别 中医基整教材 大学的时候也就是教材的一个 基本理念 这个的意思是说什么 正气呢 虚于一丝 就是你这个 虽然你身体壮实 但是这一阶段 你由于劳累 或者你有其他的病 导致你正气虚了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一个四阶内 这一个四段内 结果你又感受了 这个病险比较重 一下突然发生 就成了重症 微重症了 像刚才说那个病例呢 就是他本来 他就是应病之虚 他本来有三高嘛 他这个正气就虚了 再加上他这一 另一个四阶 他比如说熬夜了 过分这一天 过分这个累得很了 这是一四阶段 就发病了 假如一感染危险 他就发生病了 人只要虚了以后 他在危险感染情况下 他就不能适应 作为咱们个人的养护来说 你要注意这些苗头 你就要平常要检查身体 看你到底哪些地方 是剥弱的 很多虚症的苗头 我们是可以抓住的 这个是可以的 说您觉得 自己虚于一时 身体虚的时候 会有哪些表现呢 现场哪位叔叔阿姨 能帮我们说说呀 浑身没劲儿 完了就是两条腿吧 特别软 有的时候呢 我就会对着镜子 完了以后就伸出舌头 去看一看 就能感觉到舌苔 特别厚 而且舌头上有 会有小 那个小包似的 这个比较厚的 小胳的 对对对 感谢阿姨的参与 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一份 说是阿姨 鲁花为您送健康了 鲁花高油酸 花生油 油酸高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阿姨 祝您越吃越年轻 谢谢 张老 您看 这个虚的时候 到底会有哪些表现 许正的一个苗头 最早就发生于 自己感觉到 甩热疲毙 你不吵醒 这个是最初的一个感觉 看上台实际上是一个高档活 高档活 这怎么理解 就是说我们一次 在传承这个技术方面 如何看上台是非常难传承下去的 因为这个营素太多 不好看 因为不好判定它是什么情况 这个正常是这样 这个照出来还皮地红了 大家知道 皮地红了 这个应该是正常人吃饭以后照出来的 所以就 因为每次吃饭 沙头会变得红一点 它会变红 因为它冻咀嚼之后 因为你要花冻那个来 悬液循环高来 所以要给我们一次看山台的话 你来来看病 我就在哪一个世界看病 我就要防止你这个世界内 刚吃过东西没有 都要有这个考量 再一个 大家看那个沙头上那个裂纹 我发现咱们一样 他脚舌头也脚多了以后 这个病人来了给我把沙头一盏 大夫你看我这个装结有个裂纹 我这是不是不行了 我说那行得好 你贴身的就那样 所以这个 然后要界变出来 它是贴身的 还是后来野恶病的 野恶病的 常常发生的情况 就是大热 高热 精液非常 去干都是裂纹 那个还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 我们看这个东西 一定要会看 你首先要看足够多的正常人的 你才能去知道 哪些是不正常的舌线 而咱们有时候自个儿在家 充其量就是看看自己的 看看家里人的 你有的时候 其实你正常的舌相是什么样子 没有一个判定 基础量不够大 这个要一色解读了 不能你自己解读 你自己解读 就要把这个东西解读到一边去 解读反了 解读错了 读整反了 到这个效果 但是说这个能不能说 多少开出地了 也能 你比如说你平常这个沙胎 并没有刺口 最近刺口比较大了 这个沙胎比较淡了 这个也可能是贫虚失授 也可能是有庄间有了火 这种情况呢 你比如说你其他没有什么大碍 检查也没有什么事 你倒是可以落一点这个 OTC式的补气 也不贫气的 这一点 这个是可以的 换这儿 换一些滑起来 打扎这些擦了 这个也还可以 因为这个不会有大的问题出现 明白 但是呢 它这个 凡是这个肥厨房又要上边都写一条 你自己吃三体没有症状的 你这个就不要吃 你还是要叫 医生 不要看一看大夫 这个我可是不是跟我们一项做广告了 不是说这个大家说就大家 来来来跟我们来来活了 我这个活我现在做的我都不想做 但是是说这个实际上就得这么败 你有没有遇到过患者 就自己在家里看完摄像应判断 哎呀 我这虚我得补 结果补出问题来了 这个病厉害多了 我有一个病人 一直看了两次来 过两次第三次来 我说你都上火车这个样 这个你最近干什么 这露得火气这么大 没干什么呀 你不是说气虚吗 我最近露点黄旗茶喝了 哎呀 但我说毛病知道了 你这个眼睛也重选了 口腔也流了溃压了 我说你这黄旗茶不适合你 为什么你不喝 因为你现在这个气虚 这个黄旗它补起来得很快 气有余变死活 结果他上火来 我说你赶紧把这个我停了 你就吃我给你开的装药都够了 你再自己狭折腾给多 不是把我的活拍回来 像我们也有病人 然后自个儿觉得自个儿有点疲劳 觉得自个儿虚了 回去以后可能从马上查很多小方子 自个儿用恶胶之类的 就做那种膏类 然后在这儿吃 吃完以后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他本身是偏于气虚 脾胃本身就很弱 然后他再吃一些又是蜂蜜 又是各种膏啊 各种对 然后碍住胃了 他更吃不了东西了 他吃腻的东西 咱们说六位地化完治胜虚 这个开始大家都知道这个胜虚 但是这个小花到不好的人吃了以后 对胃口是有妨碍的 有些高药菌里面 而且还有这个过分腻的东西 就是阿娇 淑地这些种 他可能补是能补 但是他对小花系统并没有好处 保雷玛病人为有病 这个思想负担带来的病就够大的 还容易再给自己再补点 又补出了心病 思想病加心天病 找了病了 所以我们听明白了 比方说单纯地看舌相 判断自己是不是虚 这个事对于大家而言太难了 看舌相综合判断是否有病是否虚 这个应该是交给医生看的活 单纯地看化验单 是否有异常 身体是不是虚 这个听上去也不太靠谱 但是姜老又说了 捕捉虚症的苗头才能防大病 这个苗头到底在哪 比方说中国人就觉得 说这个补肾是个永恒的话题 姜老 对肾虚肯定是虚症吧 虽然是两个字 但代表的意思非常地复杂 碰到这种病人还不熟了 给我手一摸伤 你看这个麦角是不是虚了 我有没有肾虚 对呀 我说我一说你有肾虚 你就去买地儿地花碗去吃 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啊 那个肾虚那个词表现是多方面的 比方说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比较容易被忽略的 您觉得指向性强吗 一般咱们现在肾虚大概有这么几个底儿 一个呢 肾虚这老年人的话 晚上的小鼻次数比较多了 印尿多了 再一个就是腰气甩软 还有一个还常见的 有时候这个眼睛的干涩 眼睛干涩 眼睛干涩还是见得不少 为什么眼睛干涩也跟肾虚有关系呢 肾虚水 感慨敲雨 就是传统上认为肾虚了 经验不能上车到野上 所以眼睛干涩了 但这个东西吃点补肾虚的药 补肾多数效果不好 为什么 所以这个我就还是做了一些研究 我后来发现这个盐干涩 其实根本的问题 是肾虚虚是存在其中的一个病急 还有一个问题 是这个血脉不通差 经验输作不到 就是占很大的比重 总之就是经验不能够流通了 不能够腹部了 水不够了 就这么个 是这个局部的水不够了 就这么个情况 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眼睛干涩 您眼睛干涩 干涩得还严重 常读书啊 包括看手机什么看电脑 看电脑看书 我这主要是看书整的 可是您有妙招 到底来自于我们国家几名老中医 江良夺江老的独家的秘方是什么 您可以跟我一起拿出手机 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点击关注我们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需提前获取答案 江老 您这个眼睛干涩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呀 古书上有记者 菊花 茶叶 绿茶 玫瑰花 蒲公英 叶 血叶 有这个泡水洗叶 有这个记者 泡水洗叶 有这个记者 后来我发现 拿什么水都没关系 这几样加上叶都没关系 有关系的是带水按摩 你说的是什么水 就是咱们那个葡萄的水 清水而已 自来水 对 那真的是个不花钱的大招 怎么录啊 我给大家说这个字这么个意思 把这个水啊 撩到手下里 但是你怎么洗把手洗掉 大家说这样 再让水啊 按摩眼周围 就我这么个 就把眼周围按摩 但不要按摩眼球 眼球不好 也要闭上 不要叫那个水啊 载到那个眼睛里去 这个什么道理呢 大家知道啊 它这个眼睛干涩啊 它在里头的气血循环 不太通畅了 经验采生不出来的 但你现在叠眼药呢 它未来的东西 叠进去它过个又慢慢洗了 所以你把这个柔的结果呢 它局部的血液循环好了 气血又行出来 它自己生出来的 对 所以眼睛干涩的状况都改善了 我们眼周有很多重要的这些 穴位 像这个精明穴啊 童子疗啊 然后成器啊 鱼腰啊等等 它都是跟不同的 就像刚才咱们说木者 宗脉所聚也 很多很多的经络 都是聚集在眼周围的 我们通过这种按摩 也是可以把这个调动 刺激这个穴位 然后调动经络之气 所以这个气血也都聚在这儿了 我看 就自来吃就算了 不要这路 和水的 什么水吗关系 和带水按摩有关系 就把这个话说清楚的这么个意思 干按不行吗 干按把眼肉换来 你就感染了 对 姜老师一天要揉十几次呢 一天啊 要带上按摩十几次 我现在基本上这么个招 只要洗手 就揉一揉 揉两下它都怪事 甚至晚上起来我也要揉 对应虚症苗头眼睛干涩 可以用清水 蘸湿双手 轻柔眼周 刺激穴位 调动经络之气 缓解症状 那除了眼睛干涩之外 这个虚症还有可能 会有哪些表现呢 听了那么多 叔叔阿姨 咱们再想想 身体虚了 刚才有疲惫 有眼睛干涩 还会有哪些表现 腰发凉 酸 腿呢 有时候还抽筋 着凉 怕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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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怕冷 我看您说到怕冷的时候 这周围几个阿姨 还有后面那叔叔 都在接连点头呢 感谢您的参与 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份 我们把阿姨送上的是 养生堂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育品高方提供的红曲草本高 现在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 育品高方专业团队 在线为您解答 推荐适合您体制的育品高方 育品高方做中国人自己的 营养佳品 阿姨 祝您越来越健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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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冷 然后尤其是什么腿脚 特容易凉 这个是虚症的表现吗 脚上凉 尤其是下肢这个冷的状态 可以说是一个常见的 扬偏扬虚的这么一个表现 明白 我们大屏幕上也是给出了一些 我们古籍当中的记载是吧 就是肾跟足的关系 之所以就提到这个咏泉穴呢 也是跟江老师要给大家介绍的 一个小妙招是有关系的 咏泉穴是我们肾经的井穴 井就是井水的井 它的寓意呢 就是我们的肾经里的这种精气 会向水咏泉出来 然后输不到全身的各处 然后包括我们的眼睛啊 其他各处都会得到乳氧 所以咏泉穴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保健大穴 这个脚冷啊 是腰气虚的一种表现 但是这个腰气虚呢 更重要的是它腰气不能通达 过不去 到不了 经络不通 对 那么这个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整个腰气虚了 这个是一部分是需要吃文 补生牙的药了 这个是要一次来做的这个活儿 那么更多的人的部分呢 尝尝的腰气不能通达 这个腰气不能通达就会是 到这个磨刀的地方就受捐发疗 解决咱们虚症脚底容易凉的问题 江老也是有一个便宜 甚至是免费的这个大招的 是什么呢 我带大家一起先去一探究竟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个脚冷啊 是腰气虚的一种表现 但是这个腰气虚呢 更重要的是它腰气不能通达 过不去 到不了 经络不通 对 那么这个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整个腰气虚了 这个是一部分人的需要 吃文补生牙的药了 这个是要一次来做的这个活儿 那么更多的人的部分呢 尝尝的腰气不能通达 这个腰气不能通达就会是 到这个墨洞这个地方就受捐发疗 解决咱们虚正脚底容易凉的问题 江老也是有一个便宜 甚至是免费的这个大招的 是什么呢 我带大家一起先去一探究竟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江老的这个大招是什么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三 二 一 哇 是一盆水 这个我一般呢 那采取这样 落一地中药呢 竹筑放进去 中药 中药竹水 然后呢 泡脚 泡脚 泡完脚以后再按摩有缺血 您是怎么按的呀 能给我们演示演示吗 这个有点不大呀 你看有缺血就在咱们这个脚的 扔字形中间 扔字形啊 这个就是有缺血的位置 你就这样 看 就它大拇指这么揉 这么揉啊 至少要揉一百下 我为什么要说个一百下呢 实际上这个一百下是严脸硕 你满个硕啊 人们都满底嘛 你硕着它都有底 我现在这个改造最好的招就是看着电视炮着 看着养生堂炮着 这个大概这个水啊要保持 我最近研究了这个水啊 41度到43度指节这个范围比较好 别太热 但是太热了这个太热了把酱烫烧了 我一般才去泡15分钟到20分钟 泡到雪上发热 脚要出汗 或者微微出点汗 这个就起活了 就可以了 再然后把它擦干净 再你都开始下一个节目 下一个节目开始揉 两个脚踢的揉 每天这么揉 这个一个是黄经络 这个呢还有一个好处 它能够由这个气旋下行 对 所以这个改要上考头 它高悬崖的时候 这样以后它就注意悬崖稳定 这个是可以的 到底姜老带来的这个独家的 可以改善我们 渗养不足足粮问题的 泡脚方里面的药材是什么 可以拿出手机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点击关注我们养生堂的 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 需提前获取答案 王老师 咱们抓一下 我们来常用的是这两位药材 一位是花椒 另一位是爱意 为什么会选这两位药材呢 对 物美价廉 然后很多家里都备有这个药材 也都非常简单 两位呢 它都是新温的姓味 它都有散寒 通经止痛的作用 花椒是一个补生药的 一个很好的药物 对 这个爱意呢 它去风最好的 所以这个夹起来的 就是翁洋活血 通经的作用 通经活落 这个就起到这个补虚的作用 各用多少克呀 煮水煮多长时间 就可以用来泡脚了 对 这个都多了 这一半都够了 大概有个15克左右就可以了 对 15克 15克 这个也要用15克吧 煮多长时间 最好这么落 把这个东西落成个包 要包起来 包起来呢 你煮的话呢 煮这个不用多长时间 煮四五分钟煮 开了就对了 因为一煮之后啊 那个水马上就会变颜色 就可以看到 水都变成红的了 对 再然后你把这个包 煮了煮好以后 你把这个包拿出来 重复使用 第二天 一般一包能洗两天三天 都行 所以这个减严码 就不会浪费了 大概洗两三天 我现在的一包都能洗两天吧 明白 两天 煮个一开锅 药包拿出来 药包拿出来 你把那个拧个败改 拿个蜜蜂袋 把那个放在冰箱 凉了以后放在冰箱了 不要就贴热了 坏了 你这个第二天 重复自由没有问题 江老太贴心了 因为我们那个微博 微信下面留言最多的人 就是问说 泡脚方可否重复使用 那你看我们制成药包 花椒艾叶 各一小撮 煮一煮一开锅 用水泡脚 这个药包拿出来 用个两三天 没有问题 这是有效的 可以改善我们足粮的方法 但是叔叔阿姨 刚才有没有注意到 江老揉那个泳泉屑的时候 他那个袜子很特别 能再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江老 这个呀 这脚的这儿 这个太不雅观了 这叫五指袜 五指袜 五指袜 江老为什么会穿这个五指袜呢 这个五指袜好在哪呢 我们先请悠悠叔叔阿姨 上来体验一下 我们准备了一副新的五指袜 展示欢迎阿姨 阿姨坐 阿姨您看一看 有一双新的五指袜 白白净净的 您呢换上它 先感受一下 跟我们说说怎么样好不好 好的 好 可以了 现在什么感觉呀 感觉不太舒服 我感觉这个五个脚趾头 想要动的感觉 就穿上这袜子之后 五个脚趾头就开始按捺不住了 对对对 有些许的躁动 您觉得这袜子它好在哪儿啊 它也不舒服 感觉会灵活一些 促使自己灵活 被扩的 到底这个阿姨的答案 对不对呢 我们稍后听江老来说 阿姨还一直研究着呢 阿姨咱们下去再研究 这双袜子送给您了 说说阿姨 卤花为您送健康了 卤花高油酸化生油 油酸高抗氧化 青春派健康油 阿姨 祝您越吃越年轻 脚趾越来越灵活 咱们听一下江老师怎么说的 走 走 我把你等我了 对 拿起来吧 阿姨虽然觉得这袜子穿着不太舒服 但是她知道这袜子肯定好 临走还不放得拿着 江老 为什么您会选择穿这个五指袜呀 这个五指袜呢 是我200年到台湾呢 这个 去讲学 潮江中学大学上课 我的学校中间有一个 给我呢就说了这么 一小子这个袜子 他跟我说这个你穿这个袜子呀 对你的脚肯定是有好处 因为我那个时候脚气很重 脚气很重 这个脚气呢都是液氧臼 就是这个里头窝住啊 它不是全氧气吗 它都不讨劲嘛 不讨劲它都捂出来了这个 最后我就把这个穿上啊 大概我自那儿穿上以后 再以后就这个袜子就 不穿了 别的了 所以200年到现在这些多少年 现在是20 21年了 20来年20来年我再把以前的 那个袜子废除了 都穿了这个了 这个穿这个袜子以后啊 它一开始穿上啊 大概我体会有三天子女 就感觉别扭 这个家伙里头憋嘛 里头多了个东西 这个又觉得那个穿上以后啊 反正你穿这个样以后 你自觉不自觉的 就动都多了 因为里头别扭说一点要动 对 就是阿姨所说的 我被迫的 我就想动了 这个后来我发现 这个有两个好处是咱们说的 原来没想到的 一个是对这个脚气啊 很有效的方式 我自作这个招以后 脚气都现在就好了 现在我这脚气已经完全没什么事了 以前老饭流食炸药的 难受的好 现在这个急报上已经 现在都没这问题 另外后来我才发现 由于这个臂道的用度 这个脚子头的用度 也等于咱们按摩来嘛 它对这个脑裂也有点好处 因为这个人这个倒影 在大脑皮侧是倒影 皮侧上面是脚 所以脚子头滑多了 对于预防脑的衰老 可能有一定的潜在效应 这个当然咱们都到证明 我只是想 可能有点潜在效应 因为你想想 咱们说话都说 这个人老都是退鞋老了 退鞋老那首先是脚鞋老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脚子头 自弄这个袜子以后 我叫得很好 我跟有些朋友推荐 我那个同学 他弄了两天 就他老伴把他和修理都说 手头在那脚上的爪牙舞蹈 太难看了 虽然有点难看 但他比较好处躲 但是这个还有 这个袜子也有点毛病 一个是爪牙 他传的都是比那个脉 有一个是让他透了 这个洗袜子都比较麻烦 要不那个翻转 那个都费时间了 所以我自有这个 这个袜子 我老伴对我意见老大了 你这个袜子都增加负担了 你这个 姜老 这个结论应该是 从此之后自己洗袜了 我这个懒惰 老伴给我洗袜子洗了一辈子 我这现在也改不了了 像这个模型上 确实您看这个 尤其大拇指这儿 它很多的反射点 通过这样分开角质来穿 确实是对我们的大脑是个刺激 足指是身体足三阴晶和足三阳晶交集之处 也是这些经络起指的穴位所在之处 通过活动或按摩这些穴位 可以激活相关的经络和脏腑功能 有益于强身健体 刚才我们解决了两个 大家经常遇到的虚症的问题 一个是眼睛的干涩 酸痒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足部发量的问题 还有典型的表现吗 大概现在这个出现最典型的表现 就是老年人 年龄的关系 骨质疏松 一甩就骨折 一骨折反倒不好治 弄不好就肺炎了 有的时候一碰眼会骨折 是 是 我们这儿有一位老师 坐在汽车上坐的就是 咱们那个汽车不是定地骨 定这个车场不是有那个咖喱袋吗 那个车就是 防震的那袋子 就这么搬抬了一下 骨折了 我现在跟我老伴也盯盯盯 你都在不要改那个骨折 几步漏来 车来了 赶紧搅走两步 搬搬倒来 骨折了 对 上回他在院子里走 一个小石头 稍微搬到电力线的骨折了 你说这个 所以这个老年人这个骨折疏索问题 骨关节推行性改变问题 这个跌倒问题 已经应该成为现在预防的一个重点 这就是虚症 当然当然 肯定是肾虚骨 骨骨骨折疏索了 对 肾虚骨 肾虚了 你骨头失痒 就会容易出问题 肝主筋 筋就是我把我们骨头 那些关节要束缚在那地方 你这个肝血不足 肝阴不足以后 它也会松弛 它也不能很好地给你维持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姿态 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骨头疼啊 关节疼啊 严重的时候会骨折 明白 针对在中老年人当中 虚症最普遍的一种表现 也就是骨质疏松 将老带来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接下来咱们结合道具了解一下 叔叔阿姨看 黄瓜架是吗 然后呢 我把这果汁给大家挂上 所以我就更好奇了 二位老师 这个肾虚骨质疏松的问题 不是要吃黄瓜吗 不是这么吃黄瓜 是坏个吃饭吃 饱和特别有含金量 骨质疏松应该如何吃黄瓜呢 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 点击关注我们养生堂的 微信公众号 收入关键词补 提前获取答案 让我来看一下 上面写着一个是黄瓜籽 一个是黄瓜籽粉 当然是黄瓜籽了 嗯 粉跟黄瓜籽也成粉的 下成粉 对 黄瓜籽是一个非常好的 接骨的药 这也是我们在古内科呢 一个常见的这么一个药物 它能够补肾 能够补钙 然后还可以接骨续筋 江老他们说您年轻的时候 种过黄瓜 这个黄瓜籽是怎么来的呀 这个本来我们在传统的中医 咱们治这个骨头骨子断了以后 配到中药里头去 一定要配黄瓜籽 这个道理呢 我后来误了这个道理 大家要知道这个黄瓜的手法里 可以找的速度是最快的 嗯 你像这个黄瓜到了夏天 它一天就能找这么一节 就不要大家做过没有 我以前做黄瓜 我是有这个体检验的 那么现代的研究呢 就是做了药理研究了 认为这个东西 对于成果细胞的长长 有很大的出镜作用 这个食品很好吃 味道也 这个和芝麻差不多吧 对 芝麻差不多 我刚才想说 有那种五股的香味 就是芝麻差不多 所以我后来呢 比如说这个老年 这个老关键 这个关键腿形变化 上楼梯老腿疼 我后来我吃这个以后 感觉到这个还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有点改善 现在上楼梯呢 要好一些 这个也很简单 把这个东西夹到牛奶 夹到那个稀饭里头 不知 一定要货油车 货不油车 那个都默默起来 翘得咔嗽 我也有破解过这个事 大概一天 落这么两三勺 也就可以了 两三勺 不是说吃得越多越好 这个咱们有时候 一条一个话 就走别来 他把这个路上一碗吃 那个也是不对的 吃芝麻 你还能吃一碗芝麻 血藏上是吧 对 既然是虚正 食补非常重要 但是据说食补也是有讲究的 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我请一位现场的观众朋友 咱们结合道具 为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食补里面的误区和讲究 我们现在呢 舞台的中间啊 有一个人形的提板 我们就把它当自己了 这个时候我有虚正了 我得补啊 所以我们请了一位观众 一位女士上来 来 这位女士 为我们进补一下 肚子了吗 好嘞 这就是也是说我们补的时候不能一味的 我们还一定要检查一下 你能补的进去 补进去 我们的身体有呼吸的管道 消化的管道 泌尿等等的这些管道 就江老师的一个理论就是 首先我们要查一查这个管道 你是通还是补通呢 就是很多的时候 可能不光是补不进去 还可能溢出来 那在我们身体中呢 那可能就是个上火的表现 得检查检查 这个管道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补不进去 为什么补多了还上火 补不对会出问题 是因为我们的管道发生了预毒 对 我们要做到一点就是 也提出一个就是以通为补 所以正确的进补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稍后让二位老师揭晓 感谢您的参与 送上我们精美的奖品一份 我们为这位女士送上的是 养生堂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玉品高方提供的黄金草粉糕 现在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电话 育品高方专业团队在线为您解答 推荐适合您体制的育品高方 育品高方做中国人自己的营养佳品 感谢您的参与 祝您健康 咱们继续休息一下谢谢 江良多教授提出生物管道学说 认为人体中有呼吸 消化 血管 淋巴管等多种管道 气血筋液通过这些生物管道运行全身 发挥功能 通畅是管道正常的生理状态 即中医一贯坚持经络通畅 气血安和脏腑平衡 不通是病理状态 大部分疾病都与血管和管道不通畅有关系 如果管道内出现痰灼 淤血等 停留为毒 就会危害健康 所以二位老师 通调水道再进步的这个具体方法是什么呢 我看我们又上了一个新的版 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 这是个演示是江儿所提出的这个 种子胚芽促进健康的理论 你看前面种子到开始出了胚芽 然后长出胚叶来 这一步步 我们实际上我们在 药物中我们经常给病人开去呢 应该是第二个状态 就像麦芽 骨芽 都是那种刚刚长出这个胚芽的这种 豆芽的状态 咱们看到这个状态都是一个盛行 所以古人呢 就是由这个形象比率的思考 就认为这个状子论的东西 子实论的东西都有不胜的作用 这是第一个来源 第二个来源 大家要知道啊 森发力量 牙的力度最大 你看那个牙 找到这个劲儿好大 上头你压多好多的头 它都能定出来 森发力量最强 森气最强 老年人确确是森气下降 对 虚症它的森发力量不够 我们需要幻想这个 这个森发的这个力度 我悟出这个道理以后啊 我在这个凌床上 治疗这一方面的这个虚症啊 就是开创了这个用这个 牙类的东西治疗这个虚症 有没有捕虚虚呼血 捕虚 我因为过去用一些 其他传托这个捕虚的疗 有时候效果感到不好理想 最后我发现这个麦芽 骨芽 牙子对人的身体比较好 那个牙子 这个孩子要不是说 这个长得越大越好 大的牙子反倒劲儿都是小了 我们现在也就清楚 这个大麦牙 长到一公分到一公分半的 这个时候这个生发力的 这个梅的孩子都是最高的 所以我们中药里要用的 大麦牙就是长得这个 一点 一点 搞土地儿土 所以老年人多吃一点 牙类的这个蔬菜 我认为是对这个补虚 和这个是有一点 因为他老年人 就是生发力差了 补虚 然后这个豆牙 肯定是好的选择 而且是一清一补的选择 对 小春那个牙 也是这个意思嘛 春牙也可以 可是咱们这么想 最后到凌床上看来 这个还是有些效果的 但是除了今天我们所说的 这个胚牙之外 姜老还带来了两个 自己补虚的独家秘方 到底是什么 还在我们舞台的一侧 我接着替大家去一探究竟 我们来看看 姜老带来的花小钱办大事 甚至是不花钱 可以补虚的妙招是什么呢 我们一个个揭秘 这是一杯带茶饮 还有一个是什么 咱们拿回这个台中央 让二位老师讲一讲 这个茶呢 咱们得了点大麦芽茶 我认为炒之后 不要炒得太焦了 还是尽量要便宜 深一点的那个炒的焦度 这个它原来咱们理解 它是一个保住小话的 现在要理解成 它在保住小话就补了虚来嘛 那么这种茶呢 可以作为咱们 比如说有虚的 自己感觉到如果是阳气虚 你可以放一点黄芹 放几瓶黄芹进去 你如果是觉得这个 应虚火旺呢 你放一点百合进去 说你还方便不出来 它什么虚了 你就 大麦芹 大麦芹就行了 有补虚的作用 还有呢 就是它有那个 疏干的作用 离气的作用 但是哺乳气 还有二位来的 这个不行 这个肯定回来这个事 已经将临床证实 肯定有这个效果 但是日常老年人的话 想不补虚没问题的 对 没问题 还有一个 这个就很神奇了 因为它特别的香 因为它就是香油 香油 对 这个其实说这个补虚 还不说说这个方病 这个 香油啊 我的这个办法是这样 还有一个 这个就很神奇了 因为它特别的香 因为它就是香油 香油 对 这个其实说这个补虚 还不说说这个方病 这个 香油啊 我的这个办法是这样 我这个自以前以来 这个我就采取用这个香油 在上棉栖 磨这个鼻子 我鼻孔 鼻腔内的磨 鼻腔里都都 当然要碳上的地方 但够不着都不得磨了 这个磨里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因为它这个油性的东西 进去以后再把这个 粘膜就保护起来了 这个现在这个困境污染 这个威力PM2.5这个东西 这个还能阻止它 能摘把底吧 摘把底 当然这里头也有谈利啊 对芝麻过妙子都不行 我猜测对于粘膜的抵抗力 又增强 所以有点防感冒 防病毒的什么意思 说这个是不是说 就靠这个走行的 那个又走了平方来 我还看了看这个 我们的对香油的 这个功效的记载 它还有解读消脓肿的 要臃肿的怎么做 萌子顶里磨这消脓肿的 对 它有消臃肿的这种作用 不抓痒了 今天江老带来的 我们的泡脚方啊 按摩的方法啊 对于补须来说 都是不错的选择 同样的 在我们的养生厨房里 也有一道有利于大家 健康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好 在峡江山水的孕育下 紫龟呢也有着 中国奇城之乡的美誉 如果您来到紫龟 当地人啊 一定会非常热情地跟您说 您可以一年四季 都可以吃到鲜美的橙子 但是这橙子不是只有秋天冬天 能吃到吗 这是怎么回事 这里的橙子又有何不同 我们去看一下 来到了中国奇城之乡紫龟 必须要看的是奇城的原产地 当地人告诉我 这里种植奇城 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正是因为背靠着长江 还有独特的气候和土壤 所以特别适合奇城的生长 而且因为引进了不同的品种 当地人可以一年四季都吃到最新鲜的 味美多汁的奇城 而且告诉您一个秘密 当地只能吃奇城 还有一个特点是吃干榨净 零浪费 除了果肉和果汁以外 果皮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调味料 放到菜里又有什么独特的味道呢 我们去养生厨房看一看 全国的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深厚的呢 就是当地人为了纪念屈原而修建的屈原祠 其实呢 早在2300多年前屈原的橘颂当中 就有这样的记载 后黄家树 菊来福兮 寿命不迁 生南国兮 屈原酷爱成 而屈原家宴当中可以说是还原了这些美食啊 的古储味道 那么说到啊 把这个奇城做成一席的奇城宴 也可以说是我们对屈原表达了敬仰和追思 说到这奇城宴啊 咱们得问一下王大厨了 奇城宴里最经典的有几道菜肴啊 有108道菜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两道菜 第一道是橙香粉蒸肉 橙皮的香味非常的芬芳 里面的粉蒸肉是咸鲜微辣 第二道是橙香脆丝 就是橙皮做成小零食 香甜可口 现在做一个橙香粉蒸肉 洗干净 缺成薄片 好 加入姜末 蒜末 盐少许 白糖给一点 好 胡椒粉给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家家户户会做的那个炸辣椒 炸辣椒 我看到了有一丝丝红色的辣椒 但是好像别的地方又有金黄像米粒一样的 小米粒的东西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辣椒加盐加包裹面一起做的 好 这个要经过发酵 放到毯子里面发酵 玉米面和辣椒的一种发酵的一种调味品 哇 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吃东西没有胃口 但是我刚闻了一下 这种酸香的味道一下子就让我觉得特别醒脑 然后胃口大开 好 倒入料酒少许 我们倒入的这款料酒呢 是鲁花自酿的黄酒 加入了13种香辛料 可以说是非常的健康 而且有清香的味道还能去腥 玉米面放入豆瓣酱 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认为的玉米面都是非常细腻的 白面的那种手感 但是我们现在放进去的这个玉米面 更准确地说有点像玉米茶 是这样有颗粒的 口感会更好是吗 这个玉米面跟五花肉拌在一起 颜色色色金黄 玉米面可以吸收五花肉里面的油脂 您不妨也试一试放这个玉米面来蒸粉蒸肉 好 你先帮我们抓着 那接下来呢 也要问一下韩院长一些问题了 既然我们今天吃的是当地的特色菜 有橙香味的粉蒸肉 说到这个橙子 是不是也有很多养生功效啊 五花肉虽然好吃 但是它非常肥腻 中老人吃了过后呢 会有癌食消化不良 橙皮加入这个里面以后 橙皮本身有芳香 具有力 然后它有温中健脾消失的作用 就可以正好密布五花肉的不错 而且橙子啊 我们当地还有一种吃法 可以蒸着吃 可以化痰 指双咳 寒咳的话一般就是咳嗽 咳 白色的痰 怕冷 再口不干 热咳的话一般就是咳黄色的痰 然后发热 口口干这一类症状 指双咳呢 以前我们说过寒咳还有热咳 都有其他不同的配物的 但是今天在当地紫薇的这种蒸橙子 两种咳嗽都能解决 这真的是福音啊 什么方法啊 这么奇妙 而且我们这个橙子里面 要放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如果您想提前获取答案 也是给您一个福利 赶快拿出手机来扫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您就输入双壳 就可以获取答案了 这个肉一般的腌15分钟左右 再加入橙皮丁入蒸锅 好 放在里面 大火要蒸45分钟 今天我为大家准备好了一份 提前做好了的粉蒸肉 这个粉蒸肉蒸好了的 要垫在下面 然后把成型的放在这上面 我一开始以为是要一起在锅里蒸的 为什么是后来才添进去呢 不能一起蒸 因为蒸时间久了 它这个橙子皮就会塌了 如果蒸浓以后 还要蒸15分钟 再蒸15分钟就可以上桌吃了 但是别忘了 我们当地这个橙子是物尽其用 要用干 榨干 连皮都不放过的 据说当地的这个骑橙 它的皮可以做小零食 又养生又特别好吃 在揭晓这个橙皮小零食怎么做 是什么之前呢 那韩院长给我们介绍了 当地有一种施法 橙子蒸一下 可以解决双壳的问题 寒壳热壳都可以解决 这种做法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您想体验之道 也是可以扫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 微信公众号输入双壳 就可以获取答案了 赶快下载到手机当中 合作的时候用起来 橙子皮要确定细丝 要焯个水去它的苦涩味 一定要焯水不能直接做 一般焯水的话 我们是沸水下锅焯多久 30秒钟就可以了 简单焯一下 对 起锅烧油 要把火小一点 炸这个橙皮丝的时候 火一定要小 好 我们看到从锅底往上开始冒 有一点点相对大的泡 就可以下锅了 对 哇 橙香好浓啊 这要炸多久啊 这个炸干香 看油锅里的变化 小泡逐渐没有了 水汽就干了 好 大家赶快往锅里看 现在这是可以了是吧 对 可以了 就是炸的从浅黄变成金黄色 而且每一根都感觉硬了 它就支弄着的状态 对对对 非常的香酥 就可以捞出来了 对 这个加入蜂蜜少许 把它拌均 然后放入这个提前烤好的熟芝麻 拌一拌 这个熟芝麻非常的香 橙皮也非常香 橙子皮原来可以做出 这么好吃的东西 而且还营养还健康 关键还记得吗 刚才韩院长跟我们说 当地有一种吃法 把这个橙子要蒸一下 解决双壳的问题 到底是怎么蒸 都放什么东西呢 现在我们请韩院长来揭秘一下了 真的是 为什么能治寒壳也能治热壳 因为我们指挥的橙子 它是一个中性的 其实做法挺简单的 将橙子洗干净 然后把它切成两半 然后在中间弄一小孔 加上三到五颗被膜 一般的用穿被膜 用适量的冰糖 然后把盖盖上 然后用牙签把它火上 放火上蒸15分钟都可以吃 一般的话一天吃一到两个 吃一周大约都可以好 说到橙子 我们总觉得它是一种水果 然后平时只是吃它的肉 今天真的是来到了屈原的故乡 紫贵让我们大跌眼睛 原来这个橙子全身都是薄 我们都可以用到菜肴当中 甚至可以解决我们咳嗽的问题 还可以当小零食 让屈原都爱不释手的橙子加艳 您在家里也可以试一下